张宋文猎兵将上线 请大家尽快去预约 大家好 我是阿珍 简单好吗 年快过完了 我们应该展现下一年了 那最新的一个好消息 就是张宋文老师的电视剧猎兵 有可能在近期要上线了 当然没有准确的日期 现在网上说的那些准确的日期 什么二月下旬 二月几号 这个我都不能保证它是真的 但是是猎兵的官微 在这个年前年后 开始陆续释放出了一些资料 然后在昨天又发出了 敬请期待的这么一个通知 不但我们期待 张宋文本人也很期待 然后张宋文本人就跑到 官微发的敬请期待的帖子下面去问 猎兵什么时候播 然后官微就跟他开玩笑 说年快过完了 张老师准备好开工了 然后张宋文用了他以前的名言 之前年前不是有人说 希望张宋文老师过年的时候 也上班 张宋文说上你的头我要过年 这次就是过你个头赶紧上 可见张宋文自己也非常期待 这部剧赶紧上来 张宋文另一部剧 孤舟也是一直说上 到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日期 之前传的2月21号 不靠谱 而且不但2月21号不靠谱 人家 你看孤舟的官微 官方的抖音都没什么动静 现在猎兵官微开始有动静了 那说明这个剧有可能会先上来 那甭管先上哪个 赶紧上一部 等一年多了 张宋文到现在一部剧都抬不上来 真的是急死我了 好歹有一部剧让我们先解解禅过过瘾 对吧 而且不管是猎兵还是孤舟 这两部剧都是有报款项的 所以之前我就呼吁过大家去腾讯 去预约一下猎兵这部剧 更多的人预约可以提高平台队这部剧的重视程度 那现在在腾讯网上已经有47.5万人预约了 猎兵这部剧排在电视剧预约榜的第一名 但是47.5万人说实话太少了 你要知道大风打惊人 这个清余年二 都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预约 所以大家如果还没预约的 去腾讯视频搜猎兵这个剧 把它点了预约上 希望不管是2月底还是3月份 能看到张宋文的一部剧 不管是孤舟还有猎兵也好 当然千万不要两部同时上 自己打自己那就最没意思了 你先后上吧 对吧 去年一年没有看到新剧 今年你让我们多看几部行不行 猎兵这个剧是高群叔导演的 主演是姚安娜和张宋文 张宋文是据说这个角色 比狂镖里面的高启强 还要血肉丰满 还要精彩 所以我一直都非常期待 不是一直说他是中国版的绝命都师吗 而且涉及到的尺度 涉及到的内容都是比较的劲爆的 总之还是那句话 不管是孤舟还是猎兵 你赶紧上一部 让观众们先有一部可看就行 谢谢大家